14人遇难,32人受伤 最新情况马上连线 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孟哲 孟哲你好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对这个公交车在进行一个 现场的一个保护 我们刚才复属医院正在进行救治 后续的伤者将陆续到达医院 一个现场的勘验 然后也很多的就是警察 正在对这个公交车 进行一个外围的一个保护 我们现在我能到达的 这个需要一些观察 还需要这个检查的过程 目前部分 有重伤的患者 有重伤 几名啊 重伤大概现在是八名 有一个病人很重 但是具体的情况 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疏忽 受伤的阻 blueber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